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今頻道的 今集又同大家睇一宗發生在澳門的罪案 就是有大陸人又在澳門賭場上犯事 今次就做放訴,做大耳洞 我們現在就一齊睇吓今次新聞又講些甚麼 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 一名內地男子涉及一宗高利泰案件 有人更加把賭錢贏到的19萬港元據為己有 涉案內地男子已被司警拘捕 更揭發他涉及其他罪行 單案移到檢察院徵辦 司警就在找再逃疑犯歸案 被捕內地男子姓吾 33歲無業報稱 司警就落案告他 高利泰及相當巨額詐騙 還有關於身份假聲明 及違反判決所指定的禁止罪 上個月26日下午5時 到27日下午4時 一名內地男子向吳某和同課 先後借合共6萬港元賭博 借款條件在吳某身上收取馬勇 事主經過三輪賭博後 贏了19萬港元 將款項交給吳某傳到貴賓廳戶口 離開了 27日下午4時多 吳某私自在貴賓廳帳戶取走19萬港元 同日晚上10點半 事主去到貴賓廳 找他拿回19萬港元 但給他同課拒絕 有人更加趁機離開貴賓廳 事主報警追究 司警經過調查後 隨後在路騰一間酒店房 拘捕了涉案吳某 經過查問後 他否認犯狼 又說自己是受老闆指使 在拿到錢後 交給同黨拿走 翻查資料 吳某在2016年8月9日 涉及另一宗大耳洞和禁錮刑事案 他當年提供身份資料 與現在不相符 有云公稱當年給了假身份資料 同時司警發現吳某是禁入賭場的人士 因為當年的案件 吳某判了他於2016年11月9日 到2022年1月19日 禁止進入賭場 因為吳某違反相關規定 及提供假身份證明 加控他相關罪名 其實這一類高利泰和食甲棍案件 在賭場方面見怪不怪 但最令我覺得奇怪的 就是他給假資料的這一部份 為何他給警方的資料是假的呢 警方都照給他過呢 是不是代表當年他那個證件資料都是假的 警方當年又看不出呢 這部份真係奇怪 大家說是不是 不過照講返單案先啦 反市的人都是大陸人 都是那句啦 只要他回了大陸 就顧不到的了 到時候那19萬 基本上又是追都追不到的了 因為大家都看到啦 他現在就算是用假身份去申報 都沒問題 所以澳門來說 如果是外地人在這裏犯事 那個成本就真係相當之低 現在他又不是殺人放火龍大金額 都好難叫大陸那邊幫手的他下來的了 就算真係罰他 叫他還錢 他沒得還都沒辦法的了 所以大家如果真係有些什麼 想要跟大陸人在澳門合作的話 都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啦 那今集我們就睇到來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就在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